Dice曾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里说 真正的要好好教训一下阿雅 她现在沉迷于女强人的人设 好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众人将其解读为Dice对阿雅的妒忌 因为玩笑里常常暴露着一个人最真实的情绪 宴然回首当年小团体里醉不起眼的阿雅 不再伴丑和搞怪 变成其余人生里沉浸温暖又笃性自我的气质女生 成为了制片人还得了奖光芒旺张 外界也是一篇赞语 称她是根长线 是都微光 穿起了细枝末节 也照亮了极小该拉 从谐心到气质女神 她用了近20年的时间要来转变 正如她书中所写 所有流过的眼泪最后都会变成钻石 塞万提斯说 父母的德行是给孩子最好的遗产 而阿雅的父亲的获达婚后 无疑奠定了她生命的底色 阿雅本名刘汉雅 1978年9月14日出生于台北市 毕业于华岗义校 她出生时父亲已经50岁了 但对于她而言 父亲是守护者 亦是巨人 父亲是徐州人 性格里有山东人那种豁达和帅直 真正是宜言自得 随意而安 由此旅行 父女俩坐了一辆漫天要价的黑车 阿雅气得要和司机理论 父亲却神色自若地掏了钱 还对她说 充满在外 我们在明 他们在暗 吃点小亏 放开一点 最应该的 对于家庭 父亲尽职尽辙 至于邻里 也道后可亲 她认为 只要一家人和和乐乐的 其他都是小事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自小因长相平平无期 常常受到朋友和嘲笑的阿雅 从未至言自爱 反而随和无畏 并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众所周知 华刚一笑著名的七仙女团体 她如天儿群里中的一只丑小鸭 沉浸且暗淡 那时候她很胖 只爱留个孤父拳头 整个人看上去就是妆厚 憨实 总活在大S光黄之下的小S 在她这里找到了自信 甚至直言跟阿雅交朋友 就是为了衬托自己的美 因阿雅不容易生气 小S开玩笑时 阿雅的玩笑总是恐无折拦 嘲笑她脸丑 胸贫 像男人 没人要 而大S也整过她 把她买的早餐 水手淹进垃圾桶 走仰她跳楼 制止胳膊摔伤 甚至在暗恋的男孩 喜欢上自己的闺蜜 还请求他们帮她告白时 阿雅也答应并撮合了他们 我是悲剧性人格的喜剧人物 顶着似是而非的嘲笑 18岁的阿雅走进了娱乐圈 因外形受限 她主动提出 可以从咸心开始做起 带着女丑的人设 没有形象包袱的她 在节目里耍宝 搞怪 没想到效果很好 慢慢的 她开始以谐心的身份 斩入头角 1999年 21岁的阿雅 在MV里说着搞怪的短发 唱着魔性的歌曲 一首折冰进行曲 让她成功大火 之后 她顺势与无中线搭档 成为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猜的主持人 连续装模卖傻的风格 调侃持笑成为家常电赛 连无中线都佩服她 说一个千年影出一个主持人 一个百里主持人 才出一个女丑 女丑最难得 她奋琢的用尽全力的搞笑 工颠 掌声越来越多 但这些却为能让她内心真正的满足 她说 18岁进入娱乐圈 很快就尝到了红的滋味 同时也会看到很多比较竞争 自己心里面也产生了很多情绪 比如嫉妒 批判 愤怒等等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要怎么去面对 你要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于是在多数年向我安定的年纪 28岁的她 毅然决然放下这下当红的事业 出国游学 她认为就算一直红下去 也必然会走下坡路 等我发现全新的自己 再回来面对观众 那才是我对观众负责的态度 有舍才有得 放弃一些才有新的收获 即使面对侵犯好友的反对 她也仍然一无反顾 原来此前父亲的处然离世 促使她决定放下名利 变向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由学归来 曾经的丑小鸭后继勃发 开始了自己优雅知性的蜕变之旅 回到我猜节目 她和胡忠仙一起 把节目做到了新的高度 甚至在2008年 两人双双斩获第四八季金融奖 最佳综艺节目组织人奖 但就不是阿雅的终点 她早在几年就看到综艺节目的推势 于是在主持事业如入中天的时候 她再次不按常规出牌 再次告别我猜 整转内地 来到内地的阿雅 也曾经一段迷茫期 撕掉了鬼马搞外标签的她 不管是做综艺 演话剧还是做主持 出书成绩都不如当初耀眼 与媒体笑她北漂多年成绩频频 若是换了其他人 或许早已打起退堂股 回到自己的舒适区 但阿雅不放弃 叫称自己是从简历爬出来的状态 还没有开始飞 正如蔡永康所说 我知道阿雅对人生豁达的恋性 绝对不是那些一碰就碎的羊娃娃比得上的 在尝试了许多不合适自己的人设后 慢慢的 她开始意识到娱乐提供感情的出口 但出口并非只有一种心事 让人笑让人乐之外 让人有机会和自己独处 也是一种方式 于是40岁的她制作了并出品 奇遇人生 还在微博上给自己写封信 称 阿雅 2018年就要开始你四指头的人生了 你对生活依然充满疑惑 充满好奇 却也比以前更加的诚实 坦然的面对自己 人与人之间放下心房真诚的交流 必须得有一段奇遗来打开自己 不是吗 这档酷炳酿了10年的节目播出后效果惊人 豆瓣評分高达9.2分 还被网友称为最高级中语 她成功了 曾经那个只会搞怪 唱着红豆大红豆的阿雅 原来已经成为了一个 如此平和温柔 却拥有无限力量的阿雅 连小S也忍不住羡慕她 说阿雅 其实我在心里真的很为你自豪 因为你很快找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 并且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实现了你的梦想 而我只是在重复 一路风雨洗礼 她豁达自省 大胆前行 终于迎来了岁月和命运的亏真 如今吴佩茨连生三子未能嫁入豪门 范伟奇身陷虚假姐妹情颇受非议 大S致力于为老公塑造宠妻人设 小S婚姻多有绯闻 终于事业也不再辉煌 千番过境 阿雅似乎成为了 昔日姐妹团中最耀眼的存在 2014年阿雅突然宣布结婚 丈夫族姓本人仁波切 是为还俗的活佛 连王妃梁朝伟等都是她的信徒 她比阿雅大13岁 在阿雅之前与自己的妻子有过13年的婚姻 他们一个常居国外 一个在国内 按道理来并没有什么交集 只是阿雅在外留学的时候遇见了她 之后便一见钟情 他们交往7年 这7年中二人一直处于远距离的交往 有12小时的时差和大约9884公里的直线距离 每一年仅能见到三到四面 但她们的感情却奇迹般的维持持久 女儿出生后她们也是长时间的异地面 生女儿异地6年 加上交往的7年 她们一共13年没有好好的团聚 这13年里 她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间 加起来还没有普通家人一年的时间久 虽然阿雅在怀孕之前 她们短暂的分开过一段时间 但一段时间的冷静期 并没有使她们的爱意冷却 反而想要共同成就一个家庭 如今阿雅的女儿已经6岁了 作为一个母亲 阿雅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与女儿的照片 阿雅也会晒晒自己的生活 在她的社交平台晒照中可以看出 她家中的装修没有过多繁杂的装饰 而是一切重建 但是其中不乏温馨舒适的元素 给了一种接地气的感觉 客厅全部选择 用神灰色的毛毯子铺在了地上 耐脏而又大气 不具北欧气质的装修风格 地上放的都是女儿的玩具 这样看上去还是非常可爱的 餐厅的设计更加简单 产用红砖作为墙面 没有进行任何的修饰 但是这种古朴的设计方式 用现在却别有一份风味 毕竟见惯了外面的豪华装饰 回到家舒服享受时光也是一种幸福 餐桌选择是石墨材质的餐桌 为了能够让女儿在餐桌上尽情的玩耍 所以餐桌铺上了一张白色的餐桌布 可以说是非常的周到了 其实艾亚除了在工作上非常优秀 生活也预名的很好 她会亲自下厨为家人烹饪厨房的设计 也是非常的大气 基本上选择的是最简单的颜色搭配 白色和灰色的墙面 明白色的橱柜将空间装点非常漂亮 至于书房则采用了圆木色的家具 搭配上黑色的转椅 简单舒适的感觉 很适合书房这样的环境 人生或是爱情 有时候像缺了脚的圆 每段经历都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每段经历都是无与伦比的学习 有一天自己也能画个完整的圆了 祝愿阿雅越活越美 家庭幸福美满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